坐在空调房里吃着冰棍的女友让我七十岁有 心脏病的外婆顶着高温去照顾重数的她 外婆上了年纪收到女友的催促信息 高温下一时急火攻心晕倒在 距离女友家八百米外的路边 我赶到医院时外婆已经过世 护士告诉我外婆清醒过一阵 嘴里还念叨着炎炎那丫头不知道好些没 我红着眼打电话给女友时 却听见她和她发小谈笑着说那个乡下老太太真傻 说什么信什么 挂断电话我发信息给她说了分手 她回复我 你觉得外婆会同意吗 可是外婆已经被她害死了 送完来当年外婆的最后一个亲戚 我抱着外婆的骨灰盒回家已经是半夜了 把外婆送回房间 我洗完澡才有时间拿出手机回消息 大部分都是亲戚们的安慰 此外还有一个几乎从来不 联系的好友发来了二十多张照片 照片里穿着清凉的女生和 一个男人在海边笑得很开心 发照片给我的人是谭可言的发小张俊 照片里是张俊和谭可言 陈一清言言自始至终败的都是我 不然也不会因为我说想见见你外婆 她就毫不犹豫地让你外婆顶着高温出门了 原来是这样吗 这么多年我和外婆爱的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看着被外婆打理的井井有条的小房子里 仿佛到处都能够看见她的身影 我只觉得悔恨不该和谭可言扯上关系的 这样外婆就不会死了 谭可言开门进来时 我正在取墙上的照片 照片里是我和谭可言一人站在外婆一边 这张照片我当时有多珍重 现在就有恶心 陈一清 你闹过了没有 一个大男人天天粘着自己女朋友算怎么回事 还去找我妈拿外婆来压我 是不是没有我你们祖孙俩会死啊 谭可言一把把包包扔在我脚下 带着怒气地坐到了沙发上 谭可言从小被家里闯着 和我恋爱后为了不让她感觉有落差 我也尽全力对她好 家里所有事她都不用操心 就连包包鞋子她随便扔都可以 我会替她收拾好 没想到谭可言是块五不热的玩石 或者说她根本没有心 这次面对着谭可言的怒气 我没有搭理她 只是自顾自地摩缩着手里照片外婆的脸庞 陈一清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你还在为上次我叫外婆去看我的事生气 我生病了 找不到其他人才联系的外婆 她后来不也没去吗 你至于好几天不理我吗 你看到现在谭可言还在说谭 我该觉得是她不敢说出实话 怕我生气 还是该认为她本来就是 一个嘴里没有半句实话的人 你确定你生病了吗 你让一个本来就身体不好的 老人顶着高温去找你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呢 是想终于满足了你张俊哥哥的生日愿望吗 是的那天是张俊的生日 我从张俊朋友圈里看到的 他说总有人会满足你那些不起眼的小愿望 我现在才明白张俊嘴里不起眼的小愿望 是我外婆拿命换来的 压抑了多天的情绪在此刻爆发 我把手里的照片往地上一砸碎玻璃摔得到处都是 一想到外婆最后一刻还在 惦记着有没有去照顾谭可言 我就像心被一只大手揪着喘不上气 谭可言被我的动静吓了一跳 刚想站起来指责我 在发现我双目星红时 瞬间试了七眼 宝宝是不是外婆生气了啊 事情不是这样的 是张俊哥知道外婆对我特别好 他说他从小就没有外婆 所以想见见外婆是什么样的 他说那是他的生日愿望 我怎么可以拒绝 你帮我跟外婆说说 我还带了礼物给外婆 现在太晚了 我明天再拿给他 他是长辈肯定不会跟我生气的 谭可言说着在地上捡起了包 从里面拿出来一只金手镯 连包装都没有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包装 因为这是他和张俊一起去旅游时 张俊买给他的 甚至张俊发给我的照片里 谭可言每张都带着 他还蛮会借花献佛的 可我不需要我的外婆 更不需要 把你的脏东西拿走 还有明天早上之前 把你在我家的东西搬走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我没有力气再跟他吵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可谭可言向来不会让我如愿 陈一清我都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你还要跟我分手不成 真要分手 你让外婆来跟我说 我就不信他能同意我们俩分手 说完谭可言踩着小高跟摔门走了 他总是这样 不管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他永远只会等着我去哄他 再不然就是拿外婆出来说事 因为外婆总是站在他那边的 确实我和谭可言的相爱 可以说是外婆一手促成的 在我上大学前 一直都是住在外市一个偏远的农村里 那里是我长大的地方 也是外婆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地方 外婆只有我妈一个孩子 我爸妈在生下我之后 为了养家挖隧道被埋在里面了 爷爷奶奶嫌我是个负担不愿意带我 外婆靠着一个旧裁缝店供我读完大学 我在外城找到好工作后 就立马把外婆借来城里了 和外婆一起被我借来城里的还有谭可言 谭可言家里有钱爸妈宠爱宠的他 有些试了分寸 和发小去酒吧喝多了打伤了人之后 他爸妈狠了狠心 把他送去我们那个小农村改造 而那个发小自然是张俊 出世后也被家里送去了国外 谭可言住在亲戚家就在我家附近 那个亲戚收了他爸妈的钱 却对谭可言不管不顾 被外婆发现后让索性谭可言 有时间可以去我家坐坐 从那以后谭可言就经常往我家跑 甚至住在了我家 我家很小只有两个房间 我不在家他住了我的房间 谭可言开狼嘴也很甜 上大学后我总不在家 外婆一个人很孤独 她对谭可言就像亲孙女一样 后来我回去接外婆时 谭可言要求跟我们一起走 有了我外婆做担保 谭可言爸妈才同意让她回城 回城后谭可言主动要求 住在我租的房子里 外婆看出了眉目 在我面前说了谭可言很多优点 一来二去我和谭可言就谈起了恋爱 和偶像剧里有钱人家父母反对的桥段不同 我外婆很喜欢谭可言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她喜欢谭可言超过喜欢我 当然谭可言父母也很喜欢我 他们说谭可言跟我在一起 算是委屈我了 两家甚至在一起商量过 再过两年我们俩都稳定了 就结婚 和谭可言谈恋爱 除了她偶尔的小脾气外 我们俩很幸福 所以就连她那点小脾气 我也觉得很可爱 我经常工作到很晚 因为想要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 她却说不在乎我能挣多少钱 只要能和我外婆一起生活 她就觉得幸福 这种幸福一直维持到两个月前 张俊回国被一步步打破 在女友一个月里 第三次爽约家庭聚餐 去找张俊后 我也曾和她谈过这个问题 她不约到陈一清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整天想些我说事 我和张俊只是朋友 要是我们俩有那种想法 怎么可能还有你什么事 我看她说的坦然 倒显得是我想太多了 可现在我外婆 因为她的一个小愿望 就丢了命 那些谭可言曾经的反驳 都成了在我心上 不断临时的刀 外婆 你也不会原谅他们对吗 看着不算瘦的外婆 现在连 一个小小的盒子 都装不满时 我对谭可言彻底死心 把谭可言的东西 都收拾完 扔在门口时 已经天亮了 我倒在床上 睡了几个小时 睡不着 但我得休息 中午打包了些外婆 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抱着外婆的骨灰盒 准备去墓园下葬 没想到刚出门 就接到了谭可言的电话 我果断按了拒接 我和她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面还是不死心 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进来 我看着门口不算少的行李 还是按了接通 你的行李 我已经给你打包放在门口了 麻烦你有时间来取一下 或者找人扔掉也行 说完不等谭可言说话 我又挂断了电话 这种感觉很奇妙 仔细想来 恋爱两年 我没有一次挂过她电话 更没有一次拒接过 倒是她张俊回来之前 她会因为一些小脾气 挂我的电话 张俊回来后 她因为张俊挂过我很多电话 现在我也体验了一把 确实挺爽的 就连外婆的电话 谭可言也照样挂断 现在送外婆上路 也不需要她的打扰 东西有点多 我分了两趟才拿到车里 却在车库 看见了满脸怒气的 谭可言和张俊 我有些意外 两人这么快出现这里 难道是来拿自己行李的 没有管他们 我抱着骨灰盒 自顾自准备上车 谭可言突然拦在车前 朝车里看了好几眼 最后才跟我说话 陈一清外婆呢 谭可言的语气很冷 甚至带着怒气 我停下开车门的动作 不自觉抱紧了手里的盒子 谭可言现在才想起来找外婆 不觉得已经晚了吗 没有得到肯定答复的 谭可言白皙的小脸 瞬间涨红 在我看来是她迟来的愧疚 可她下一句开口 再次刷新了我对她的认识 她说陈一清把外婆交出来 交出来怎么交出来 为什么要交出来 交给谁 我眼睛里满是疑惑 我也确实问出来了 你没事吧 把什么交出来 我合理怀疑谭可言 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 你装什么 我才跟张俊哥说外婆多好多好 她就干出这种事 不是故意打我脸吗 和谭可言恋爱两年 我清楚地知道 她现在的愤怒不像是装的 可我又实在听不懂 她到底在说什么 你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 非要我把话挑明 才会承认吗 前天张俊哥开车在路上 外婆突然冲出来 明明没有撞到她 她还要和张俊哥的钱 你们祖孙俩就那么差钱吗 不惜豁出这张老脸去骗钱 还是故意报复 我和张俊哥 如果不是有路人看见 替张俊哥澄清 你们是不是还要送她去坐牢 谭可言满是怒气的语气 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 我仔细地看着 眼前这个女人 这个我全心全意 爱了两年的女人 我原以为她这副样子 是知道了外婆过世 觉得心里愧疚才来的 又或者是这个 一向疼爱她 但老人好几天 没有一点消息 她来看望外婆的 唯独没想到是 找我心事问罪来了 甚至这罪 还是一个莫须有的罪 我消化完她的话 才看向张俊 张俊诬蔑一个老人 好玩吗 我眼神算不上友好 我无法对一个 间接害死我 外婆现在还来 污蔑她的人友好 陈一清 证据都有了 你还在狡辩吗 我看着谭可言 递过来的监控 很模糊 但基本特征 看得很明显 视频里一个老人 突然冲出来 躺在一辆车前 幸好车速不快 车主迅速下车 检查情况 监控很明显 那个老人躺下时 离车还很远 一看就是很明显的碰瓷了 那个老人 从身形上穿着上 都和外婆差不多 甚至外婆年轻时 被家里的 我会认为那是我外婆 可也只是乍一看罢了 毕竟外婆手上的断指 是在左手 而视频里的人 是在右手 张俊在一旁 看似公道的开口 陈一清 我知道你生气 我和盐言走得近 可我们毕竟是 这么多年的朋友 难道要因为 你们俩谈恋爱 就疏远了吗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外婆 盐言一直说 你有一个很好的外婆 对她也很好 我很羡慕 所以想要见见你外婆 我没有恶意 可你外婆做出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 她是想要我的钱 还是想要让我去坐牢 远离你们 如果我真的给你们 造成了困扰 我可以向你们道歉 但我也希望老人家 能向我道个歉 毕竟这件事 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名誉 这样不过分吧 张俊这话说的算公平了 如果让一个外人来判断 张俊只不过是在 维护自己的权益罢了 可我不是外人 我是被污蔑的那方 陈一清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对你们真的太失望了 如果不是我发现这两天 张俊哥闷闷不乐追问出来 我是不是永远 要被你们蒙在鼓里 我越来越不知道 你和外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 谭可言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彻底激怒了我 我抱着骨灰盒 一步步逼近他 是吗 我和外婆是什么样的人 你真的不清楚吗 你在乡下没有人管的时候 是谁拉了你一把 你和你爸妈关系闹僵的时候 是谁舔着一张老脸 去替人说和 我外婆对你 比我对我还好 你现在这么污蔑他 你就不怕他老人家心寒吗 我身高比谭可言高很多 站在他面前 他不得不仰起头来看我 我看见了他眼底的一丝犹豫 但这犹豫 只失去了五秒 就被张俊打断了 炎炎我也不希望 是你最亲爱的外婆做的 可是他在被当众戳穿真相的时候 一直在对着周围的人说说 我抢走了他的外孙媳妇 说我要是不给他一个说法 他就要天天上我家闹 我实在是害怕了 你也知道 我刚接手我爸公司 还站不稳脚跟 陈一清外婆这样做 我真的很困扰 谭可言又恢复了 冷漠的神色意料之中 陈一清让外婆 赶紧出来道个歉就完了 你非要害张俊哥 名声敬毁才肯收手吗 如果你们非要这样 我得考虑 要不要和你结婚了 我不知道谭可言为什么 只凭借着 模糊的视频不了解真相 就让外婆道歉 可能对他来说 他的张俊哥哥 永远不会撒谎吧 说不难过是假的 但我也庆幸 幸好没和谭可言结婚 懒得跟他们浪费时间 我把骨灰盒放在副驾驶 准备开车去墓园 陈一清话还没说清楚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 是心虚了吗 你外婆在哪里 你带着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蓄意包庇他 张俊跑过来拦住了我 在谭可言看不见的地方 朝我露出了恶劣的笑容 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我没说话 拍开了张俊的手准备离开 陈一清 我给过你机会了 你真是不知悔改 还没理解谭可言这话 是什么意思 我就看见他打开了 副驾驶的门 把黑布包裹起来的骨灰盒 抱了出来 甚至还绕去了后座 把外婆生前的衣服 都扯了出来 我为什么没去阻止 因为我突然被张俊放倒 紧紧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我就那么看着谭可言 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最后他抱着那个骨灰盒 朝我笑的冷漠 陈一清 这是外婆装首饰的盒子吧 我记得他最宝贝这个了 一告诉他 我们在他碰瓷那个地方见面 他要是不来 他的东西就拿不到了汽车轰鸣 张俊狠狠揍了我一拳 带着谭可言开车走了 我擦了擦嘴角的血 迅速爬起来 捡起洒落的衣服塞进车里 蒙踩油门紧跟在他们后面 我控制不住自己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杀了他们 让他们给我外婆陪葬 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 甚至减慢了速度 因为外婆给我做的平安挂件 落在了我的脚边 理智一点点回声 我不该为了两个人渣 搭上自己的一生 更不该让外婆在九泉之下难过 这是一个小区入口 正直下班 来往的人很多 我顾不上找位置停车 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冲过去准备抢回骨灰盒 谭可言把东西递给张俊 趾高气昂地看着我 陈一清 我不是让你把外婆带过来吗 让开 我依旧不管不顾往张俊走去 路边停下来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甚至举起了手机 谭可言拦不住我 眼看我就要冲到张俊面前 他索性把包扔在地上 就开始对着周围的人诉苦 大家好 这是我男朋友 我只是跟我小时候的哥哥走得近些 他就让他七十岁的外婆 去碰刺我哥哥的车 还扬言要让他坐牢 现在我们只是想让他和外婆 给我哥哥道个歉 他反倒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你们说 这是到底是谁的错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高高在上的谭可言撒泼打滚的样子 却并不是为了我 这是恶人先告状吗 周围的人说话声音越来越大 有人质疑 有人谩骂 不仅如此 他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 现在还明目张胆包庇他外婆 我手里的拿的 就是他要送给他外婆 赌风声的行李 我实在记不过 这才拿在手里 我只是想要一个道歉有错吗 张俊举起裹着黑布的盒子 笑得有些牵强 此刻的我 在他们嘴里 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 太过分了 简直是丢我们老年人的脸 仗着自己岁数大了 就去干这种不要老脸的事 真是造孽啊 可不是 我看着年轻人 一心护着这样的老人 也是个不知事的 白读这么多年书了 要我说啊 对付这种人 就该把这些东西毁掉 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样 不少人三言两语说着 我的解释没有一个人听见 陈一清 你太让我失望了 看来 我不做点什么 你是不会把外婆交出来了 谭可言说完 朝张俊看了一眼 我意识到他们要做什么 想要跑过去阻止 但一切都晚了 他不急不缓地掀开黑布 把盒子倒了下来 打开了盖子 不要 话音落下 白森森的粉末也随之飘扬 我原本赤红的双眼 在张俊把骨灰倒出来的那一刻 彻底爆发 一把推开谭可言 我像是疯了般冲过去 把张俊按在地上锤打 这一刻 我突然有些后悔 刚刚没有在车上 跟他们同归于尽 满是白色粉末的地上 我和张俊又打在一起 没有人赶上来了 直到小区保安出来制止 我猜被拉开 陈一清 你疯了 你要打死他吗 被我推到一边 刚爬起来的谭可言扑过去 抱着被我打掉一颗牙齿的张俊 哭着骂我 我不仅想打死他 我还想打死你 看见满地的粉 我已经不知道 理智是什么东西了 我挣脱三个保安的阻拦 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的捧起那些骨灰 周围看戏的人躲在不远处 嘴里全是对我的讨伐 我知意性一意的收集着 突然人群中有人注意到了 倒在不远处空荡荡的盒子 发出了一问 不对啊 他们不是说里面是行李吗 阿姨 您瞧那个盒子 是骨灰盒吧 那些粉末 该不会是骨灰吧 这话一出 周围似乎都安静了 连一直拦着我的保安都愣住了 唐可言也瞪大眼睛看着我 似乎在等我反驳 没有了保安的阻拦 我加快了收集骨灰的动作 我以前不相信麻绳 只条细除断 直到突然起了一阵风 看着随风飘扬的骨灰 我终是拖了力 只得紧紧护住自己怀里的一点念想 外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你 你以后还会来我梦里吗 你别不要我 小时候我经常梦见爸爸妈妈 他们满头满脸都是血 那段时间 我不敢一个人睡 是外婆 她把我抱在怀里 说 亲人死后会出现在我们的梦里 是因为他们放心不下我们 想来看看我们过得好不好 以后外婆死了 你会来乖孙梦里看你呢 到时候 你可不要害怕哦 那以后 我再没有害怕过梦见爸爸妈妈 现在 我也同样害怕外婆怪我 不可来我梦里 我还在对着怀里的骨灰喋喋不休 才感受到有人轻轻扯我的袖子 是谭可言 宝宝 不是外婆 对吗 她再没有了高高在上和邪恶 有的只是小心翼翼的语气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 我的手机先响了 看了看来电名字 我按了免提 把手机扔给谭可言 义青 你来了吗 墓地这边在催了 说是马上要错过时间了 这件事是我们那个不孝女的错 我们这些天也一直在打电话给她 等她有消息 我们肯定压她过去赔罪 老人家生前对我们夫妇不错 我们早把她当做自己妈妈对待了 还请你让我们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义青 义青 你在听吗 对面说完 大概是一直没有听见我的回答 叫了我几声 等了一会儿就挂断了电话 谭可言像中邪了一般 沉默了几秒 随后像是落水的人 抓住最后一根浮沫般 抓住我的手 则怪道 宝宝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怎么我爸妈都知道 我还不知道 外婆最疼我了 她生前肯定一直在念叨我吧 外婆是怎么过世的 前天张俊哥不是还见过外婆吗 话说完 她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 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她的好竹马 后者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着把头埋得更低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然有 我要把我所有的愤怒 全部说给谭可言听 我凑近了她耳朵 用只有我们俩的声音告诉她 谭可言 想知道外婆怎么过世的吗 外婆是被你害死的 是你躺在凉爽的空调房里 骗外婆在38度的中午 叫她去满足张俊的生日愿望的 你忘记了吗 她倒在了离你八百米远的地方 最后一句话 还是在担心有没有人能去照顾你 你何德何能啊 你说对了 她生前确实一直在念叨你 可你摸摸自己的心 你配吗 每次我们俩因为张俊吵架的时候 外婆都会告诉我 我是男人 要让着你点 别跟你太知情 我们相处这么多年 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她怎么会去干那种事 你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 就跟着别人一起污蔑诋毁 对你那么好的外婆 扬了她的骨灰 她连死了都不安宁 你良心不会痛吗 哦 我忘了 谭可言 你没有心 别说了 你别说了 事实不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这样的 你骗人 谭可言捂住耳朵 试图隔绝我的话 不过是掩耳盗灵罢了 谭可言 你知道吗 外婆房间的箱子里 全是这么多年 她攒下的首饰 一笔一笔 她已经算好 什么时候给你了 可你配吗 你随便拿一个 别人送你的东西 就当是哄她了 我们乡下老太太 就是这么好骗 是吗 最后两个字 我几乎是吼着出声的 周围人的指点声 越来越大 和谭可言恋爱两年 我知道 她虽然有些小脾气 但她从小和爸妈不对付 所以和外婆的感情 可能比她和父母的感情还深 所以我现在说的这些 何尝不是在 往她心窝上戳呢 听着我的句句指责 谭可言嘴巴动了动 却说不出任何一句反驳的话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 周围人指指点点 张俊开口了 够了 陈一清 你没看见炎炎 已经很难受了吗 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还在雪上加霜 一个大男人 怎么度量这么小 非要让他跪下来磕头 你才满意吗 哦 看来 刚刚打得还不够狠 我还没出手 就有人坐不住了 张俊 所以你是故意骗我的吗 嗯 谭可言给了张俊一巴掌 我离得老远都听见声望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张俊 谭可言 我是在帮你说话 你闭嘴 我不需要你帮我说话 我还没问你 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外婆已经过世一个星期了 你那个监控视频是怎么回事 陷害一个老人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看 人们犯错的时候 总会注意到身边的人 是否也犯错 然后严厉指责别人 以分担自己身上的愧疚感 和他人的指责 听着谭可言 无休止的指责 他眼底的恨意不比我少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那个监控是我找人伪装的 可那又怎么样 你不也照样没认出来吗 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 听到张俊的指责 谭可言一瞬间施了力气 是啊 他相处了那么久的外婆 他都认不出来 怎么还有理由去怪别人呢 没有兴趣 再看他们俩互相推卸责任 我只想带着外婆离开 让他入土为安 我去车离开 谭可言像是反应过来一样 追着我的车 求我带他一起去 我没理会他 只是加大了油门 目的里 谭可言的父母已经等候多时 我对着夫妇俩深深聚了一躬 两位快半百的人 却是先一步对手弯腰 其实刚开始也是恨他们的 可仔细想想 他们俩又有什么错呢 这些天 夫妇俩轮番道歉 外婆的后事 我一个年轻人不懂 他们也一直忙前忙后招呼着 我的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真正该道歉的人 还在外面不知悔改 不该道歉的人 却总把对不起挂在嘴边 可能是八月的天 像小孩的脸总是爱变 也可能是上天也在为这位善良的老人哭泣 外婆刚入墓地 就下起了大雨 我招呼着两位长辈回车里躲雨 随即转身朝墓地走去 我还有很多话要和外婆说 他们没有阻拦 只是默默地给了我一把雨伞 比我先走到墓地的 是披头散发浑身湿透的谭可言 和被迫来的张俊 车里的叔叔阿姨显然也看见了 朝我歉意笑 没管谭可言去车离开了 我到的时候 谭可言正归在墓前哭得伤心 额头上红了一大块 张俊在一旁看着照片 有些不知所措 看呀 这就是你想看的外婆 这么慈祥的外婆 你不应该给她磕头赔罪吗 是我们俩 是我们俩害死了她 似乎是感觉到 谭可言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张俊起身就想走 站起来看见了站在不远处 凝视着她的我 她转过头有些心虚的 朝墓碑磕了几个头 跑走了 只剩下在雨幕里 对着墓碑时而哭时而笑的谭可言 我只是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站在不远处 撑着伞冷眼看着这一切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她终于看见了我 跌跌撞撞跑过来 拉着我跪在墓前 外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让陈一清原谅我好不好 你那么疼我 肯定会原谅我的 对不对 谭可言这话 虽然是对着照片上 笑得慈祥的老人说的 但眼神却一直在我身上 我不会原谅 害死我外婆的人 你也不配得到外婆的原谅 谭可言还在说些什么 大雨里 我有些听不清 我深深地看了一眼照片 心里想 改天再来看外婆好了 今天被人打扰了 站起来转身离开 我听见谭可言 用尖锐的声音喊我 陈一清 外婆说过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见我们俩结婚 这是她的遗愿 你难道不帮她实现吗 我们待会就去领证好不好 明年 明年我们就可以带着小宝宝 来看她了 我看谭可言真的疯了 那确实是 外婆最大的愿望 张俊刚回来那阵 我心里有些着急 曾向谭可言求过一次婚 为了这句话 我没日没夜工作 只为娶她回家 现在说起这愿望 她不配 谭可言 我外婆的意愿是希望我能幸福 她希望我能娶到一个 让自己幸福的妻子 但那个人显然不会是你 说完 我没再回头 我想 我和谭可言的缘分 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后 也不会再见了 晚上 我又见到了高烧的谭可言 她爸妈说 谭可言流产了 我到时 谭可言已经醒了 现在发着高烧 并且精神状态有点不正常 她爸妈说 这是他们家欠我们家的 所以不需要我负任何责任 但谭可言精神状态不稳定 一直吵着说对不起我 他们没办法 才叫来了我 我看着两位一夜白头的长辈 才明白大人嘴里说的 永远不会再操心子女的话 都是假的 子女争出什么事的时候 他们还是一样担心 所以外婆一个人把我带这么大 可想而知操了多少心啊 我对着两位长辈鞠了躬 知道他们是想我进去 劝劝谭可言 可我没去 刚走出两步 那位一向不善言辞的叔叔 跪在了我的身后 我依旧没有转身 叔叔阿姨 我和谭可言恋爱两年 从来没有碰过他严禁于此 我从来没有欠过他们家什么 后来 我换了家里的锁 因为有时谭可言会莫名其妙 出现在我家里 还挺吓人的 他第三次蹲在我家门口等我的时候 我打了电话报警 顺便联系了中介准备重新换房 谭可言再也没来找过我 直到某天夜里 有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 陈一清 我和张俊只发生过一次 我们都喝醉了 不记得发生什么了 但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会用自己的行动向你证明 把这条信息转发给谭可言父母后 我拉黑了这个号码 一个普通的周末 我在家翻看外婆留下来的 我从小到大的照片 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 却记录着我每个时期的变化 手机弹出一条资讯 是今天早上的本事新闻 本想简单扫一眼 却看见了熟悉的名字 和即使被打满也依旧熟悉的身影 本事早上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 一次精神病患者的嫌疑员谭某 在西郊墓园门口 蓄意杀害被害人张某 张某现已送往事医院抢救 事情过去了两个月 心里好像早就对谭可言和张俊 没了什么反应 关上手机后 我出门去看到外婆 十月的天气多了些凉爽 外婆目前一直不缺鲜花 大概是除了我外 还有别人来曾来看过她 我伸手摸了摸那张照片 可照片上的人永远不会出现了 外婆 所有事情都结束了 你一直不来我梦里 是还在怪我吗 没有人回答我 又和外婆聊了很久 才回家 许时听到了我的想念 外婆终于来到我的梦里 梦里 外婆身处满是老简的手 轻轻抹摸着我的脸 她说乖孙 一定要幸福 外婆 会的 我一定会幸福的 第一张完 第二张错爱两任女友 接连被甩后 我终于遇见真爱 官宣结婚时 渣女们却找上门来 我的第一任女友 是个千金小姐 我追了她三年 只交往了一个月 分手时 她神态傲慢 鼻一道 玩玩而已 你一个私生子 不会真觉得我们们当户对吧 我的第二任女友 室内与顶流女星 宴会上结时 她倒追了我 分手时 她指甲香烟 轻蔑道 你太天真 容易被骗 这圈子很乱 你完不明白 当我遇见真爱 宣布结婚 他们却一个个的都找了回来 客厅的沙发上 我编辑着朋友圈的文案 配图是我跟于念的结婚正照 白衣红底 干净又喜庆 文案写了又删 任何词句都不足以形容 我现在的心情 许久后 我才写下一句 终于 终于 我笑着逐条回复 忽然间 一条傲慢而颇具攻击性的评论冒了出来 私生子也找到真爱了 你认真的吗 我不由的皱起了眉 只觉得莫名其妙 看眼备注 原来是沈依悦发的 她是我的第一任女友 沈家的大小姐 分手时太过难看 将我对她的所有好感摧残殆尽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 我还以为她把我的联系方式删除了 之所以留到现在 大概是觉得无关紧要吧 只是这时候冒出来 未免有些杀风景了 我直接删除她的评论 继续回复朋友们的祝福 等逐个回复完 我给余念发去信息 今晚想吃什么 几秒后 她就俏皮的回复道 周大厨想做什么 小鱼就想吃什么了 我微微一笑 刚准备放下手机 又收到灵溪发来的消息 你结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一正 心绪有些复杂 对于灵溪这个前女友 我曾幻想过许多未来 最初在宴会上相遇 她身着蓝色长裙 显得淡雅而轻朗 虽然清楚娱乐圈混乱 所谓明星 只是被资本捧出来的花瓶 但我还是忍不住相信 灵溪是独具一格的存在 不仅是因为她本人特别 更是因为她背后的灵家 有灵家作为倚仗 灵溪亚根不受资本所迫 之所以进入娱乐圈发展 不过是兴趣使然罢了 分手时 她表现得非常平静 我忍着眼泪 恳求她别离开我 她动作轻柔 摸了摸我的脸 你太天真 容易被骗 吸了口细长的女士香烟 她微微叹道 这圈子很乱 你完不明白 这番话 让我深深地怀疑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欲欲管欢 隔绝身边的一切 孤独而脆弱 渴望救赎 又自甘堕落 不过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贫富心绪 我回了句 嗯 我们今天刚领证 正在输入的字眼 出现又消失 许久后 灵溪才发来祝福 恭喜 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谢谢 放下手机 我的内心一片平静 再深刻的感情 终究也会随时间淡去 当下才值得珍惜 我走进厨房 系上围裙 拿起锅铲 一想到妻子于念 幸福感再次涌上心头 饭菜的香味在屋内弥漫 家门开锁 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 于是便看见 推门而入的于念 他把包包放在一旁 弯腰脱下高跟鞋 闻到空气中的饭香 他舒服地眯起了眼 直呼道 好香 于是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上前准备帮他提包 他却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于念用脸蹭了蹭我道 忙了一天 我好想你啊 我雅然失笑道 我们不是下午刚去领证吗 这才半天不见呢 不管 于念俏皮地皱了皱挺巧的鼻梁 分开就会想念吗 直去胸义的思念 比任何情话都要动人 看着他饱含爱意的双眸 我的内心满是欢喜 同时也非常清醒 能够与其相遇 相知 并且相恋 当初 我跟灵溪分手 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再与人交往 在家独自买醉 一边又一边地思考灵溪说过的话 同时也反省自己 无论豪门圈还是娱乐圈 天真都是一种错误 如果心机不够重 城府不够深 那就很可能遭他人算计 最终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可是 我并不想跟人勾心斗角 整天算计来 算计去 那样的活法实在太累了 怀着沉闷的心事 我决定出门旅游 乘坐游轮 我来到一座海岛 夕阳下 我独自在沙滩散步 世神的想着心事 忽然听见一声轻呼 你是 周辰 我寻声看去 于是便看见于念 他穿着一身白裙 裙摆随着海风微晃 确定是我时 他便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 我就觉得眼熟 原来真的是你 好巧啊 这不是我跟于念的第一次见面 两年前 我的生父去世 所有孩子都被召回老宅分配家产 虽然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私生子 但法律依旧保护我的权益 我总共分到五百万 一套房和一辆车 这对家底身后的周家而言 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其他任何私生子 分到的家产都比我多 我想 我大概是被针对了吧 只是搞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在意周家的事情 也没有太大的野心 从小到大 我都游离在家族边缘 压根构不成什么威胁 分配完家产 我搬进那套房子 过上独居的生活 只是有一天 于念突然找到了我 如果不满家产分配的结果 他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他在法院工作 清除其中的门道 除此之外 他还认识许多优秀的律师 表示自己能够为我介绍 我明白 这是因为我们的母亲 情同姐妹 所以他才会向我伸出援手 不过 我还是拒绝了 我不想多生事端 于是便不去计较 反正这笔钱 已经够我过一辈子了 那次见面 我跟于念互留联系方式 只是一直都没联系 更没再见过面 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一座海岛上偶遇 一阵愣神过后 我笑了笑 对于念道 确实很巧 稍作寒暄 于念面露为难 我一起找吗 直到这时我才留意到 沙滩上他留下的脚印非常灵乱 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看来他很着急 而且找了很久吧 这般想着 我点点头 问道 一张身份证可不好找 要不要去问问沙滩管理员 嗯 我问过了 他说看见会通知我的 顿了顿后 于念有些不好意思 吐了吐舌头道 其实也不会太难找 我整个包都不见了 白色的 应该还挺显眼 见他一脸善笑 我不由得抽了抽眼角 这么马虎的人 到底是怎么在法院工作的 难道是平常工作的时候 精神太过紧绷 所以放松下来 才会这么丢三落四 我们一直找到天黑 几乎把整片沙滩都搜了一遍 还是没能找到 身份证 钱包 手机 我叹了口气 恐怕是被人偷了吧 希望能把身份证给我还回来 于念大闷的嘟囔道 直接送去警局 说是偶然捡道 反正也有证据指证 他是小偷 我感到一阵无语 心想这姑娘的脑回路实在特别 我了解到 于念也是独自外出旅游 由于丢失证件 然后几天我只好带着他一起 于念的情绪非常稳定 从不因为糟窃而乱发脾气 某些时候 我甚至能从他的神色里 捕捉到一丝俏皮的窃喜 似乎跟在我身边蹭吃蹭喝 也有一种别样的乐趣 随着不断加深了解 我发现于念是个极具反差的人 或许首次接触 会觉得他这个人严肃而认真 正如司法行业给人的印象一样 可是 在这层外表下 却藏着他极为活泼的性格 散发出一股温暖而柔和的力量 潜移默化的治愈我内心的创伤 回到僵尸以后 我们的联系依旧频繁 作为一名自媒体博主 我把海岛上的经历 全都记录了下来 经过于念同意 我就开始剪辑 以Lag的形式 发布到个人账号上 这是我的视频里 第一次出现异性 粉丝们非常活跃的发着弹幕 这是官宣恋爱了吗 SIR 突如其来的狗粮 怎么有点甜 祝福 99 为了不给于念造成苦恼 我只好发布动态澄清 他看到这条动态 不用澄清 话刚说完 他又匆忙地补充道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事情 你这么澄清 反而有点此地无音三百两了 嗯 就是这样 我哑然失笑 觉得有趣 从那以后 一旦有空 我们就会相约旅游 一般是他约我 因为我的职业相对自由 只等他有空就能外出 草原 沙漠 戈壁 雪山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也拥有了许多回忆 在黄山等待日出的时候 天色还未亮 东边已泛起晨光 于念忽然转头问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虽然他表现得尽量镇定 但我能捕捉到他神色中的紧张 以至于呼吸频率都不太自然 我坦然地硬道 是啊 于念双唇微章 显得有些不敢相信 随即转变为欣喜 我也喜欢你 从很早之前 我就喜欢你了 他的眼眸很亮 我们看见自己的倒影 我们始于意外 相处自然 水到渠成的确定关系 似乎本来就应该这样 在一起后 我们做了许多疯狂的事 在卢阿岛冲浪 去哥斯达里加滑行所到 到瓦尔迪兹高山滑雪 爱情海盼 我鼓起勇气 单膝下跪向余面求婚 正如他向我表白时 我没犹豫一样 他眉眼弯弯 欣喜地向我伸出了手 钻戒待在他的无名指上 比任何时候都要璀璨 时至年底 周家家宴 全家上下都得参加 虽然很不情愿 但我终究姓周 同辈的敌势还好 长辈施压才难应付 按照周家的手段 完全能让我在整个僵尸混不下去 无论如何 我还是得维持明面上的恭敬 当我迈进周家老宅的门槛 忍不住一阵反感 虽然周家给我极为优越的条件 但我还是打心眼里 讨厌这个勾心斗角 暗流汹涌的地方 一旁 余念握紧了我的手掌 轻声道 没事了 我陪着你呢 吃完饭我们就走 我微微一笑 朝宅内走去 没走两步 迎面便撞上周家正门所生的姐弟 哟 这不是周城吗 也够了 知道回来了 我们周家的门 怕是不太好进吧 他们毫不掩饰厌恶 用看待垃圾的眼神看我 我的生父性情风流 除我以外还有四个私生子 然而 周晴和周朗最怎我 源于上一辈的恩怨 我的母亲极有手段 险些坐上正主的位置 把他们老妈赶出家门 正因如此 他们才处处针对我 周朗与我同龄 从小到大 各种小动作不断 在家勾心斗角 在小欺辱霸凌 整个周家 我最痛恨的就是他了 虽然 我的家族地位不如他 但不代表我没有反击的手段 当发现周朗暗恋沈家的大小姐 沈一月以后 我直接对他展开追求 整整三年 他才终于同意 当我牵起他的手 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周朗气得脸多绿了 他越难受 我就越痛快 那些愚蠢的告白性 沈一月一眼也没看 全都都给我撕了 我们受邀而来 怎么会难进门呢 面对其他人 余念完全是不同的态度 就连笑容都带上冰冷的锐意 周朗轻挑眉风 鼻道 周晨 什么阿鸡阿狗都往家里带 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冷下脸来 忍不住愤怒 刚想说些什么 余念却握了我的手 抢先开口道 周先生 好久不见 周朗瞥了他一眼 不屑道 难道我们以前见过 嗯 你们周家瓜分家产的时候 余念微微笑着 那时候 贪婪的周先生 也是这么讨人厌 此话一出 周朗顿时怒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对我们周家指手画脚 我是周晨的妻子 余念 余念笑容不改 显得从容而镇定 周朗皱起眉 收起了高高在上的姿态 余念背后 乃是世代从政的余佳 包括他本人 也是我们地方法院的审判员 背靠余佳 并且个人能力优秀 大好仕途 将来的成就难以估量 无论任何家族 都不该以阿猫阿狗来做称呼 余念的语气平淡 没有太多起伏 但却散发出强烈的压迫感 周先生 你说的话有些过分 还请向我们道歉 这毕竟是周家老宅 在自家门口 周朗咬着牙 倔强地一声不吭 周围 许多人的注意被吸引过来 余念神色平静 凝视周朗 这时 周情忽然开口 阿狼 跟他们道歉 周朗再不服气 可也得听姐姐的话 终于低下了头 不得不说 这家伙越长大越窝囊 想着 我牵着余念的手 向燕慧听走去 隐约间 我察觉到一道目光 始终锁定在自己身上 一阵搜寻 我终于找到来源 人群中 身着身红礼服的沈一月 显得格外突出 这么多年没见 她变得成熟许多 浑身散发着高贵的气息 竟是令人望而却步 丝毫不敢有愉悦的念头 我一正 逐渐回过神来 虽说这是周家的家宴 但周 沈两家乃是诗交 沈一月作为沈家的大小姐 代表沈家 受邀而来并不奇怪 我微微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周家很是庞大 无论直戏还是庞戏 全都前来敷衍 看似热闹的场景 我懒得掺和 索性抽空来到后院 散布脱汇气再回去 不料沈一月竟是跟了过来 其实 我本来并不喜欢她 作为沈家的大小姐 她这人高高在上 一身公主病 我们性格不合 不该有任何往来 我之所以追她 不过是想隔应周朗而已 出于这个念头 我花了很多心思 三年间 发生过许多事情 那些或喜或悲的经历 难免让我对她投入感情 可惜 我们只交往了一个月 沈一月觉得腻了 然后就无情地提出分手 恋爱分手这很正常 只是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好聚好散 非要让我那么难堪呢 完完而已 你一个私生子 不会真觉得我们能当户对吧 当初 她所说的话 又在耳边回答 我不想再跟沈一月 有任何交集 没有理会 准备继续前行 不料她忽然叫住了我 周辰 你装看不见我吗 脚步一顿 我转头问道 有事吗 沈一月凝视我 沉默片刻 语气有些声色 你真结婚了 跟于佳那个丫头 你刚刚不是看见了吗 我笑了笑道 我还发过朋友圈了 你把我的评论删了 说起这是 沈一月的语气偏沉 她似乎微叹口气 自说自话道 无所谓 我不在乎 只是 你觉得于佳能同意这门情事 你一个私生子 别痴心妄想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 不由地皱起了眉 沈小姐 请自重 我的事情 跟你无关吧 沈一月冷笑一声 道 小心被人家骗了感情 到时候又得跟死狗一样堕落 文言 我刚想说些什么 忽然又觉得怪异 难不成 多年没有联系 她一直关注我的事情 不然的话 她怎么会知道 我因为前任灵犀的事情 而堕落过一段时间 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线响起 沈小姐 这么喜欢对人指手画脚吗 云恋顺着小静走来 条理清晰道 首先 我家人不会干涉我的决定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阿诚 其次 我也不会骗她的感情 好不容易治愈的人 我哪舍得她在被伤害 可能是你心胸太狭隘 所以才看不清 什么叫情真意切吧 不过 这一切都与你无关 请你别再纠缠我的丈夫 说完这番话 云恋看向我 冰冷的双眸又有了温度 带走金仙 她小声埋怨道 你出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我到处找 你刚刚不是跟人聊天吗 我轻声笑道 见你聊得起敬 我就没叫你了 那不行 云恋一把还住我的手臂 生怕我跑了似的 呵 可笑 沈一月面入寒霜 冷声道 周晨 你真的了解过你妻子吗 她邪谋批了云念一眼 瑜伽的事情可有够复杂 出身于那种家族 你妻子能简单到哪去呢 说我还好 我不在意 左耳朵静 右耳朵就出去了 可是 说云念不行 自相识以来 我第一次对沈一月冷下脸 沈小姐 我跟我妻子的事情 轮不到你来评头论足吧 你的臭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张嘴闭嘴就是出身 家族 你的家世确实优越 远超大部分人 的确能作为你傲慢的一仗 只是 对我而言 你不过是个陌路人罢了 沈一月的神色愈发难看 似乎长久以来的骄傲 正在逐渐瓦解 她手足无措 又无可奈何 我对你别无所求 只希望你能保持适当的距离 我单单道 别再莫名其妙地下巴了 因为 真的很烦 克制愤怒的喘息间 沈一月看我的眼神异常复杂 我没留意到 云念对她露出脚霞而得意地笑 最终 沈一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回到宴会厅 她又变回受人簇拥的沈家大小姐 一举一动 净显高贵而优雅 云念试探着对我问道 阿诚 你一点都不担心 她跟你说的那些话吗 她看向我的眼里 流露焦虑 略显纠结 我勾起嘴角 揉了揉她柔顺的长发 想什么呢 这就害怕了 我还想不明白 你能吐我什么呢 沈一月当惯了大小姐 所以习惯对人指手画脚 要是这就让我动摇的话 恐怕是没资格娶你了 微叹口气 我有些感慨到 这世上那么多人 每人都有各自的立场 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禁相同 如果为人处事 那么容易受他人的言论左右 活出的是自己 还是他们想要的人吗 作为私生子 却在周家长大 我见识过太多显乐的人心 例如笑里藏刀的周晴 又比如嚣张跋扈的周朗 亦或者其他心怀鬼胎的堂兄堂弟 表姐表妹 没有一个单纯 许多事情 我不是不懂 而是太清楚其中的门道 所以才尽量堵得远些 否则 恐怕根本活不到这个岁数 长久以来 我小心谨慎 只求在这汹涌的暗流中保全自身 好在随着生父世事 财产瓜分 我大致已经脱离这趟浑水 若不是因为家宴 压根就不会回来 直到深夜 这场家宴才终于结束 我没有久留 牵着余念的手离开 一坐上车 余念便显露疲态 他工作一天 晚上还敢来陪我赴宴 放松下来后 他便贪软地靠在车椅上 辛苦了 我有些心疼 亲吻他的脸颊 余念咯咯地笑了起来 回家给我做好吃的 好啊 我语气宠溺地应了声 调转方向开车 一路上 余念的话不多 大概是宴会上述的太多 沉默一阵 他竟是逐渐睡了过去 我只好把车暂停路边 脱下外套披在他的身上 看着他的睡颜 听着均匀的呼吸 我不由得心想 这么个傻姑娘 我怎么忍心去猜疑 无论外界如何传言 就算被骗我也认命 生活归于平淡 我作为自媒体博主 每天都为频道的新内容 而绞尽脑汁 不过 偶尔发些Vlog 记录我跟余念的生活 观众们倒也爱看 因为还没有生育的打算 于是我们养了条狗 家里变得热闹许多 同时 照顾好它 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天 余念叼着块吐司面包 便匆匆出门 平安 来 开饭了 我蹲下身 将狗粮倒入碗里 听见哗啦啦的声响 一团白色的毛球 便跑了过来 使劲摇着尾巴 由于养的时间不久 所以她还认不出自己的名字 却听得懂家狗粮的声音 我逗她玩了惠儿 然后便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找灵感 一则头条映入眼帘 我点开一看 一男自语道 灵溪回来了 她作为顶流女星 光靠容貌可站不住脚跟 自幼学习音乐 所培养的身后素养 后来 就读于顶级学府 学习磨练出演技 无论音乐圈 还是影视圈 灵溪都称得上是真正的顶流 因此 她总是天南地北跑个不停 一年到头 也没能在江市待上几天 以前就是这样 我们总是异地 我朝思暮想的就是 她有空回来一趟 倒不是不能去找她 只是不想耽误她的工作 看了两眼后 我便退出页面 刷起别的内容 临近傍晚 我照常给余念发去信息 今晚想吃什么 约莫十几分钟后 才收到她的回复 我忙完了 今晚部门聚餐 不用做我的饭了 自己在家也要好好吃饭哦 爱你 我笑了笑 回复道 好 刚放下手机 屏幕再次亮起 我以为 余念还有事情忘了说 没想到竟是灵溪发来的短信 我回江市了 我知道 看见新闻了 要不要一起吃顿饭 我皱了皱眉 拒绝道 不了 灵溪又发来信息 其实 我这次回来 是因为你的事情 我顿时觉得疑惑 我怎么了 不是你的问题 而是余念 灵溪发来一个餐厅的地址 无论你来不来 我今晚会在这里吃饭 思来想去 我还是穿上外套出门 事关于念 令我有些不安 开车都比平常快上许多 一路急迟 我把车停好 来到灵溪发来的餐厅 此时 餐厅的玻璃被不遮上 看不见内部的情形 深吸口气 我向门口走去 门边左右各站一人 穿着服务员的服饰 但从魁梧的身形上看 不难判断 他们是灵溪带来的保镖 见我上前 其中一人便恭敬地问道 请问是周辰 周先生吗 我点点头 另一人便笑道 林小姐已经等你很久了 请跟我来 在保镖的带领下 我走进门内 古典的西式装修风格 让人觉得静谜而舒适 整个餐厅都被承包下来 灵溪一人独坐 漫不经心地抿着咖啡 当看见我时 她默然的脸上 才多出几分神采 坐吧 许久不见 她似乎没有多少变化 还是一样甜静 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平静 落座后 我直奔主提到 余念怎么了 先吃饭 灵溪笑了笑 开始切割餐盘里的牛排 见状 我也只好耐着性子 把饭吃完 等把牛排解决 甜点又被端上餐桌 我三下五出二的塞进嘴里 问道 现在可以说了吧 灵溪擦了擦嘴角 对我问道 你知道瑜伽的事情吗 确定关系以来 其实我只去过瑜伽两次 因为余念搬出来跟我同居以后 她也很少回去 每次去她家 见到的人也不多 所以我对瑜伽的了解并不算深 见我面露茫然 灵溪继续道 你也知道 我们圈内很乱 经常存在法务纠纷 因此 我才会知道谢瑜伽的事情 瑜伽的地位特殊 内部性质更是复杂 这两年来 瑜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怕是没多少时日可活了 灵溪看着我 谋底闪着莫名的金光 你想想 等她撒手人寰 瑜伽这些虎视眈眈的后辈 究竟得把局面搅得多混乱呢 我听说 瑜老爷子最宠于念 到时候 他很可能就是漩涡的最中心 你还能明者保身吗 见我沉默 灵溪淡淡道 这么大的事情 他没跟你说过吗 我以前说过 你太单纯 容易被骗 瑜念可不简单 他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我打断 不是的 你想的那样 瑜伽的事情 我确实没听瑜念说过 似乎家门就是护照 替他把所有烦心事隔绝 等面对我的时候 便能露出乐呵呵的幸福模样 可是 麻烦就摆在眼前 他是打算独自面对吗 无论多大的漩涡 我也不觉得畏惧 哪怕我刚从周家脱身 我只是 心疼我的傻姑娘而已 有些事情你不理解 但我却能明白 我的语气依然居然 以至于灵溪不禁面露错愕 这时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是瑜念打来的电话 喂 光听声音 我就察觉到他的罪意 老公 你能来接我回家吗 瑜念不喜欢喝酒 甚至很讨厌酒味 一旦喝酒的话 必然是有心事 好 给我发个位置 我马上就到 挂断电话 我对灵溪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把油门踩到底 直被瑜念发的地址而去 在打电话的时候 却是无人接听 我难免着急 四处搜寻 最终找到蹲在路边的余念 昏黄的路灯下 他蜷缩着 把头埋在双臂之间 我走近 轻声唤道 念念 他迷迷糊糊地抬头 看向我的眸中 逐渐亮起光芒 傻傻地笑了起来 我在一旁坐下 问道 有心事 嗯 没有 余念把脸一撇 不肯跟我说实话 于是我只好道 其实 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了 此话一出 余念像是吃了一惊 满目错愕地看着我 那你 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是这个时候 我们明明都快准备婚礼了 说着说着 余念竟是委屈地哭出声来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只能一拖再拖 呜 我好委屈 好难过啊 余念自说自话 压抑的情绪 终于找到悬泻的出口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我再也忍不住联系 把他一把抱紧怀里 深夜 路边已无行人 我们没有说话 静默地感受彼此 这一刻 仿佛偌大的世界 就只剩下我们二人 许久后 余念才止住抽烟 泪眼萌萌地看着我 家里的事情很麻烦 你会不会不要我 我哑然失笑 心疼地替他擦去眼泪 毫不犹豫到 不会啊 你知道 你的出现对我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余念不禁好奇道 什么 光 我认真道 一束温暖而鼓舞人心的光 照进了我的世界 就熟了那时堕落的我 听到这 余念眼中也燃起光芒 所以 不管别人怎么说 怎么看 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的身边 我微微笑着 对他问道 现在 可以跟我回家了吗 余念一把抓住我的手 应道 我们回家 全文完